一個27歲的男人在八鄉林錦公路踩單車時懷疑失控自炒 事發後單車停在路邊 事主的頭盔掉落地上 上面有撞凹痕跡 行人路上有一攤血跡 警方用藍色膠帶封鎖現場 事發在星期五中午十二點多 當時事主和三個車友由戴維出發去元朗 事主排在隊伍中間位置 誰知車友下車時見到事主躺在路邊 事後在警車上協助調查 事主重傷昏迷 由救護車送到博外醫院搶救 而至下午一點多不治 警方還調查事故原因